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剛剛我講到的相關的參考在雲端白板上面的0601的第17頁PM25 這邊有個連結啦,其實從開放資料裡面可以找找看 那你想說老師,我想要找別的練習可不可以,其實當然可以啦,其實開放資料一堆啦 政府開放平台上面,你只要找資料期,有沒有,開放平台 全部資料期裡面,你看一下,你可以往下捲動,最下面這邊就是資料格式 那目前看起來,最多的42264種就CSV 第二種的話呢,就是JASM,有沒有,13828種 那你可以點開來,期面全部都可以拿來練習,一萬多種 那當然你如果假的也是,你搜尋關鍵字,看你想要找哪些資料 上面這邊其實都有關鍵字,看你要找什麼啦 OK,比如說你想要,對什麼,對股市,你就打個股市 OK,你想要對外匯,外匯打上去,有沒有,期貨 甚至你對於治安有興趣,你就打個竊盜,有沒有 有沒有,我上課還蠻喜歡用竊盜的 因為你可以觀察那個歷年來竊盜案件發生 到底治安變好還是變不好,其實開放資料上面都有 OK,這個好像之前我們教上課好像有用到那個台北市的那個竊盜 只是這個竊盜好像只有,問號是有沒有決勝 有沒有,這邊有竊盜,然後裡面的話,像桃園嘛,台北,有沒有 竊盜案件,等等的,這邊一大堆 那其中有沒有決勝,你可以看旁邊,這個好像都CSV耶 有沒有,所以其實好像政府機關就蠻喜歡用CSV 這邊有,有沒有,Jasen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來練習的話,你其實可以拿這個來練習 那點進去看,其實你看多了,你慢慢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Jasen的格式到底長什麼樣子 比如這個台中的住宅好了,住宅,台中的 那它其實有分嘛,Jasen,Exam,CSV 那如果你當然一般,假設練習司機,前面有沒有練習 那你如果要Jasen,你就點Jasen 它這邊就有個網址,有沒有,UTU8 總共有幾個欄位,總共四個欄位,有沒有 那106年的住宅,那你把它點開來,它就有下載 它其實有很多種,會直接跳網頁 然後另外有一種,也會直接開起來 那Jasen的話,如果你要開,我是建議,之前好像跟各位講 你可以用Nordopay++,點開來有沒有,這邊就出現了 它就是給我們這些資料 不過看起來好像真的蠻複雜的 我講過啦,如果你假設不想要花時間在這上面 你可以Ctrl-A,C,然後直接把它貼到JasenEdit裡面 去看一下JasenEdit 然後,JasenEdit貼的話,就是先切到Test 文字模式,然後Ctrl-A,Ctrl-V 然後貼完之後的話,再切到Tree 它就會幫你把它變成一顆樹了 那你就可以去觀察一下 原來,這個Tree就是一個物件 然後呢,它裡面總共有 237個item,也就是說 那你會發現外面是一個中瓜弧 有沒有,中瓜弧就是一個串略 也就是說,它這個JasenEdit 所以特別重要,Jasen它沒有固定 不像那個CSE都豆點 然後換航,豆點換航 Jasen不一定 OK,Jasen的話呢,它有可能外面是一個字典 就大瓜弧 也有可能是中瓜弧,是一個串略 所以,差別我剛剛講了,如果是串略就是一欄 有沒有,然後如果是字典,你把它看成兩欄 前面是Key,後面是Value 其實是很麻煩 所以,可能最頭痛應該是這個 那你可以把它點開來,有沒有 點開來,然後這邊就 你會發現,它點開來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它又是什麼,大瓜弧有沒有看到 那大瓜弧裡面的話放什麼 前面就是Key,後面是Value 所以其實我們要把後面的東西抓回來,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台中市府這個有點沒誠意 它後面給的是一個假資料 看一下 對,根本沒資料 它給你拿一個 做個樣子嗎 這叫 什麼 Late Jackson嗎 OK 根本就 還是因為為了 做業績嗎 因為現在開放 可能裝在這裡有下令,你這裡有業績 你補助款比較多 所以你要多開放一些資料 所以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再打電話 跟承辦人講一下 所以上面其實都有電話 看一下 哦,資料板 所以你看台中市府都沒有給 一般你看哦 其他單位都會 留那個 承辦人的電話 OK 甚至你可以打電話跟他講 你這個資料有問題,你會修正一下 它是會接受的哦 例如哪一些 例如你可以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 像這個汽車有沒有 這個點開了 檢視資料 有沒有,這裡下 好像有一些都會放 但是這個好像也沒放 OK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就是自己再稍微注意一下 甚至有一些資料 雖然它 這個是CSV 但是你點開來之後 檢視資料哦 你會發現它底下 還是有提供JASN 那你也可以從這邊下載OK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這是台北市的那個 汽車竊道 JASN 有沒有,點下來這邊就有了 然後把它按 在資料中檢視 按右鍵 一樣用那個 Norway++打開一下 不過它給我們 居然是一個 這個UTF-8 完全是亂碼的狀態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想辦法 所以它這個資料可能沒辦法用 OK 那假設啦 我們先找一個 我們至少是安全的資料 像我剛剛提到那個 就是PMO5這個資料 然後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打開這個JASN 那我希望取得的是什麼 取得的是這個資料 裡面的哪個Key Key在這邊,底下這裡 所以喔 你這樣看其實 因為我看 蠻熟的 但你不熟的話 你可以Ctrl-A C 然後 把那個JASN EDIT打開 有沒有,然後切到TESL 把它Ctrl-A Ctrl-V 那再切到那個Tree就可以了 這樣你至少去看這個資料 你會比較知道說你要的資料 後來發現我的資料在這個Recourse這裡 有78個項目 所以呢 首先的話你要知道說你的Key在 你的Key就是Recourse 所以我第一個 假設我要抓這個資料怎麼抓 一 我們一樣 跟前面的做法一樣 就是用那個Import Request 這個我想上禮拜講過 跟那個CSV前面都一樣 然後呢 用Request.get 把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我們在哪裡呢 在那個PN25這裡 這個先關一下 開太多個了 就是PN2.5 啊這裡啦 這個這個網址 這個有沒有 把它Ctrl-C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GET的後面 好 那他就是要說幫我抓下來了 那我把它Print了出來 你各位可以看一下 Print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 Print的結果呢 就是我們在網頁上面看到的結果 有沒有就這些 有沒有就是什麼 一堆大瓜糊 小瓜糊有沒有 OK 就是你看到那個Json的資料 就這些 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只是想要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 可以幫我呢 把這個Recourse裡面的資料 它總共有78列 78筆資料 然後呢 裡面每一列的資料呢 都有五個欄位 那我希望把這五個欄 五個資料裡面的後面 前面是Key嘛 後面是Value 把Value資料抓回來就好了 其他不要的話 那我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在程式裡面 先把資料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會需要用 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叫Json 所以呢 你們可以看到程式裡面 上方 OK 這個程式在雲端上有啦 所以你們大概找一下 0601裡面的 這一段是第一段 我剛剛的第一段 就是資料下載下來 在18月的地方 第二段在這裡 JCJson 印輸出乘串串列列12 那這個列12其實就是我 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要的是後面這些資料 比如那個Size是大乘 County是彰化線 PM25是15 然後哪一天 哪單位是多 所以喔 前面這個藍位名稱都固定 不要 我要後面的東西 那總共有78個item 那我怎麼取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取出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先產生一個 叫做DICTE啦 那這個一個變數喔 這個變數實際上呢 就是一個字典的變數 OK 所以將來如果是大瓜糊的話 那我們就用那個 這個變數名稱 習慣用DICTE 底下的話會有一個叫Json.Row Json.Row 這個Row 這個Row 指的就是說 如果要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HTML 也就剛剛的那個 那個Json的文字 全部漏進來的話 那我就漏給誰呢 漏給這個DICTE 那你會發現它就 實際上 它取得就是 剛剛各位看到的 就這些啦 這些有沒有 放進去 OK 可是我只要Recourse 後面的Value的話 那我底下 我可以再跟它講說 那我要裡面的Recourse 所以你會發現 DICTE 這個Dictionary的形態裡面呢 它有一個方法叫Get 那Get後面的話 你只要跟它講說 我要拿個Key 我拿個Key啊 叫Recourse 所以後面的話 你其實就是 一樣的方法 就有點像填空題嘛 把Json裡面的這個Key 叫Recourse 有沒有 把這個Key 我的習慣的把它講 Ctrl-C 然後貼到那個 Ctrl-V 貼到Get後面 幫我把那個 Recourse那些資料 78個Item抓回來 它就幫你全部抓回來了 Get了 OK 你就得到那個78個Item 但問題呢 它 每一筆都有KeyValue 但是我不要 然後 那個前面的Key 我只要Value的話 那底下 我要再敘述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要 那 抓回來之後 丟給誰 丟給一個List1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List1 主要原因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Recourse 它冒號後面 有沒有 它是加一個中刮弧 那表示Recourse裡面的資料 會是 中刮弧是串列 所以呢 我們用一個串列去 所以它裡面是什麼資料 你就用什麼型態去把它記錄下來 OK 所以我就前面再加一個List1 那接下來這個List1裡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那個Recourse 所以如果你把它print出來的話 那就是這些東西 就是Recourse裡面 但是我要後面東西 我不要前面東西的話 那我就是再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然後呢 從 總共78個 所以0到77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後面資料抓回來 後面的資料特別注意喔 其實就是一個點Value 前面叫Key 後面叫Value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後面的資料 把它抓回來 所以我把它print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 就會只剩下 它後面的那個什麼 Value 前面Key 就不要了 OK 所以喔 大概先講到這裡好了 這兩段 跟各位講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這兩段程式碼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18頁的地方 第一段在哪裡 第一段在這裡 1有沒有 這裡 所以你print看看 然後2的話在這裡 那其實我有特別把那個畫面截下來 所以得到的就是長這樣 那再來我如果今天希望 我得到了嘛 那我如果 再來我希望呢 我有這麼78個這個串列 那我希望可以幫我把它轉換成csv 檔案的話 有點像json to csv OK 所以以後 如果假設人家給你的是json 你要把它轉成csv 很簡單 甚至你要轉換成excel 對不對 也可以喔 有沒有 上一本還講過 excel 需要什麼pandas 然後呢 data frame有沒有 你需要什麼呢 中間是data 還記得嗎 這個的話 在第七個單元 如果你要轉成 那個 to excel 的話 你需要什麼 中間的資料 這個叫data 這個叫index 這個叫colons 反正你只要準備這三個東西 然後 第二個 一個叫data frame 的一個方法 它變成data frame之後 就可以toexcel了 OK 所以喔 如果假設 我們後面 已經做完了 第一步 跟第二步了 再來 第三步 就是轉csv 第四步 也許轉excel 第五步 就畫個圖 OK嗎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其實方法都固定了 以後的話 反正第一步一定是用request.get 後面的話 把網址丟給他 OK 然後第二步的話 再去分析 這個文字檔 我分析的方法 我剛好提到 我是把它貼到 那個 jasonedit 然後再轉成一個tree 其實看就很清楚啦 你說 老師 我如果不轉成tree的話 我自己慢慢看 可以啦 可是我跟你講 你光看那些東西 真的會頭暈腦脹 但你貼上去之後 我跟你保證 以後你一定會很喜歡這個方法 因為喔 馬上就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你就不用在那邊 把那個原始碼 慢慢自己key啦 OK 我是覺得generated 這個是真的好東西 OK 那仿先的書籍 好像沒有特別 針對那個jason 用這種方式 編輯器去 幫你找到你需要的key 然後對應到的 程式把它寫出來 就OK了 試試看 然後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轉成csv 轉成excel 然後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那這怎麼做 所以有點像那個拼圖一樣 一塊一塊的拼圖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 試試看